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在美国 以及全球都应该这样 这是我们今天谈话的重点 我们也将说 将如何合作 以不同的方式 勾勾基层 到当地政府 联邦政府 国家政府 一起来结束融资 请大家简单地做一下自我介绍 与我们的观众 分享一下你们的背景 那就从我们的老朋友Bill开始 然后再从Bill 拍个到各位讲者 Tracy 首先 非常感谢邀请我们 我对于气候变化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 在八十年代末 我就写了第一本书 然后成立了350组织 在过去几年组了很多活动 现在我对于资金融资这块特别感兴趣 我们是否可以离开 这样一条自杀性的道路 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体系 似乎正走上自杀性的道路 所以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非常及时 接下来请我的老朋友Sharon 来做一下介绍 每次见到Sharon我都很高兴 现在恰逢 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大概十年了 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要转型 而且是公正转型 这包括大的化学燃料企业 如果他们不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 他们最终也会破产 现在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 时间非常紧迫 而我们仍然还看到有反对 拒绝汽用化石燃料 有一些大的化石燃料企业 它们有平台有资助 有财力 而且还有股东的支持 去转型使用可再生能源 这个转型如果有时间线 过程中要使用天然气 或者要去使用轻能源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我们需要一个公开透明的计划 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会试探中和 对于员工 他们如何保证自己工作 这种公正转型措施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很简单 年老的员工应该要有保证性养老金 如果他们的一天退休 需要有一个指导拿到这笔养老金 对于年轻员工 他们需要有收入支持 进行新技能 同时支持他们在就业 同时群体也需要转型 我们不会搁浅任何资产 搁浅任何人 或者搁浅任何群体 现在就是时候了 时间紧迫 需要转出资金 这些企业如果不转型 那么工作和整个社群将面临个大风险 大家好 我是Demon Drama 我来自新康师 我非常同意Sharry说的 我再补充一些 现在有一种经济上的 我不会称之为意识形态 但是对于政府的对准来 我们的政府在帮助这种转型上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这种意识形态 已经变成了一种执念 大家去反抗任何政府 专上别人的事情 比如说 政府参与了或者政府领导了 比如说金融管 进入 货币政策 有多少的投资可以进入 这些都不是资产 就像Bill说的 比如油气储备 这些不是 BP的资产 这会带来破坏 我们要考虑到 这需要限制 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这些在社会上 引起了很大的分享 有人觉得 我们这么做 就是在消除整个私有部门 所以我还是蛮惊讶 看到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反抗 担心政府 干预社会 干预的太多 大家好 我是Mitsey Janelle Tan 我是一个气候 专业一份子来自菲律宾 我创办菲律宾街后行动 今天倡导名字很传 但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菲律宾 行周五为未来运动 同时我也来为周五为未来国际服务 菲律宾是全球受到 气候危险影响最大的国家 我们每年遭受很多的台风 平均20次 有史以来三次的严重的风暴 都发生在菲律宾 基本从小到大 我就一直看到台风 从我家门前刮过 好几周家里都停电 做作业还得点蜡烛 很多的领导者现在一直在说 禁灵 好像是一种 魔术一样 似乎它就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式 但其实现在我们就有个解决方式 我们要停止微化石燃料行业 取融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做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离谱 我就看着气候危机在我面前 发生 这是一个事关存亡的问题 但是 社会还在为这些行业融资 这些能源体系是会带来毁灭的 我大学毕业 学的是数学 我还记得 我当时想 我毕业以后我就去组织地方活动 我再也不用看图表了 还有什么Excel表格 我都不用看了 我直接就去组织活动就行了 结果发现财务课真的 还有数学课真的非常的有用 不是说我有多喜欢 但是真的很有帮助 因此它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数字本身 就像比尔跟德莫刚刚也说了 这是一条条活动 它们的生命会被 它们的生命会被 只像一个简单的签字给影响 会被收支表上的一个数字给影响 这都是人活的人命 而化石燃料行业会剥夺 人们的生命 现在还有空气污染 流离之国 而这个 终于因为火电厂 那谁还在火电厂中 英国加达银行 还有八百国家的银行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需要给那些最负责的国家施压 谢谢 谢谢各位 非常精彩 分层的发言 我觉得我都不用打断你们 你们就继续探索 所有的听众都会很享受 但是我今天是主持人 所以我还是说两句 首先请demand发言 我想问您 为什么为化石燃料 融资停止这件事情 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这个事关方方面面 一方面是转型 但是如果我们还活上交友 也就是还给他们融资 情况会变得最佳的一点 所以我想具体说一下 我还记得刚刚跟那一起说 也学学会计这一些的 我也重新接触过 这些有点挺想要的东西 我以前在学都不想学会计 现在我发现 会计真的很重要 2020年初 有人说你不应该这么去想 美联储 美联储不仅是美国的央行 印钱 同时 它也监管银行 他们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同时还有CC等监管器 勾起 然后在19年年末 2020年初时有人说 美联储想要慢慢来 调控的速度也放慢 不要觉得美联储 它可以去影响 化石燃料的融资 然后疫情就来了 我们看到 美联储 它 不宜余力地 要解决 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 不宜余力地去帮助华尔街 而这么多个月 甚至现在一年之后 对于大众 它却没有做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是有工具的 可以控制 不仅是印象 还可以控制 和管理资金流走向 我们必须要用这些工具 来重新引导 公共与有的财政 不要再投入到 那些会毁灭人类的行业中 一年半前说这句话 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激进 但是现在 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知道 要怎么操作 我们有工具 去消除化石燃料的融资 可以通过政府监管 等什么 毫无疑问 如果你就直接停止融资 没有任何过渡方案 没有政府替代方案 那么整个群体也是会遭受重创 因此我们需要更正转型 需要有一个计划 让人们可以看到 同时能够有希望 知道未来 他们他们子孙的回来 都能够有保 人们知道 我们需要去 对其他危机 也希望政府 再去进行 看一下公共财政 因为其实 私有财政 现在已经 越来越转出 化石燃料行业 因为他们也看到了 风险 也因为有股东的要求 还有 问题 但是我们看一下 公共财政 百分之七十几的 排放 是完全不收税的 有五千亿美元的 公共补贴师 提供给化石燃料 而可再生 燃料仅有三千亿美元 ODA帮助发展 中经济体系统 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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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都能够 拥有更加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 但这部分 曾经 占ODA不到百分之五 因此 我们需要 看到行动上 我们要加大力度 可再生 能源 必须引起 人们以及 政府的关注 同时 要确保 化石燃料 业的 转型 这事关 监管 治理 我现在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要如何去 产生 一种 有效领导力 在 助力淘碳 梅泰集团 里就有这样的 领导力 能够有所作为 就像 古特雷斯 在两周前说的 他们需要 确保 公正 转型 但是 在 天然气 与石油 行业 我没有看到 相同的 驱动力 甚至 有人还说 在过了 过渡期之后 天然气的使用 还会再增加 还可以去使用 一些非绿色 气能 这也是 转型的一部分吗 是的 那多长时间 对于人们的承诺如何 之后会发生 怎样的情况 我相信大家 确实很想知道 如何保护工 有一些人的工作 其实面对很大的危险 没错 如果转型 说要是到 新能源产业 但是薪酬只有 有没有一半 那其他人是 不容易去转型的 不过 我们也看到 一些比较好的 协定 当然现在还不够 足够 比如美国 以丹麦福林公司 获取能源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和建筑业 有一个量级备忘录 也受到了 国际工联 公正转型中心的支持 美国劳联产联 也提供支持 纽约工会 也在此 处理了榜样 在就业和最后变化上面 有点支持 他们就是就业 就是薪酬 也支持社会对话 而美国现在就 需要各种这样的对话 他们也代表工人 还进行集体移架 这很重要 你可以跟我们 再分享一下 在发展中国家 做清理活动人士的感受吗 中介化是燃料融资 对于菲利宾来说 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这其实就是刚才 Sharon讲的 人和地球为先 为依靠后 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我们都意识到 为什么这马上要发生 而你的鱼业 农业 还有很多的劳工 都必须要能够尊重 获益 这才是公正的中心 我们要共同 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如果给我们提供食物的人 一些我们社会的中间力量 没有从中获益 那当然就不能说是公正 要这样做 我们就必须要终结 换食燃料种子 换食能源是一个腐败的产业 使我们社会变得越来越糟 比如扎达银行 他们给换食能源 投资240亿美金 这是从巴黎协定签署之后 开始的 有一个调查也显示 在巴黎协定签署之后 全世界六十大银行 给化石能源 投资了3.8万亿美金 我作为数学家 都不能想象 这个数字有多大 后面有多少个零 他们的投资 都是不好的投资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这样做 公众还有私营企业 都没有意识到 这些问题 关乎存亡 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 如果我们觉得 化石燃料少用5% 但是还在 而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所能已经在与大家 进行对话 这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公正转型 公正转型早就应该开始了 尤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他们应该树立 而发达国家的劳工 也其实准备好了 他们愿意 来进行公正转型 为什么 不这样做呢 其实就是自私自利 如果你们知道 我们在经受什么 去年 我不得不离家 因为这边的洪水 长到了12米高 我也不知道 我母亲是否安全 因为她必须得 待在房顶 这就是因为化石能源产业 是我们要遭受的困难 我们必须要叫停这种子 因为气候变化 不是十年之后要发生的 现在已经在发生了 打个比方吧 可能成年人离开学校太久了 他们都已经不知道 什么是截止日期了 我知道如果有一个教授 给我设定截止日期 但不管作业有多难 有量有多大 我都必须要在截止日期完成 而且我不能在截止日期 前一天才开始 最后变化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大难题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需要的就是行动 最后变化已经失控了 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 那么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得到的不是 不仅仅是一个不好的成绩 而是会使整个社会失败 没有我知道如果米奇是你的学生的话 你一定会很开心 如果你要给米奇来分享件事 分享终结化石燃料种子 后面的理论你会分享什么 Tricy也问得很好 我也很高兴看到米奇 这让我想到她刚才讲的时间 还有截止日期 我认识很多在菲律宾 在过去几十年为此做贡献的人 他们都是英雄 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人 还有其他组织 比如在伊利诺伊 就有一些活动家 如果我们有五十年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的改变时代精神 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而特朗普也不在 在白宫 所以这边的确有进步 但是进步的还不够快 改变的还不够快 因为与我们作对的是物理 而物理原理是不会改变的 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 这些原理是什么了 我们也知道 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到2030年 如果我们的能源系统 还没有转型减排 也就到2030年减排 还没有到50% 那我们是不可能达到 巴黎协定的目标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银行 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还在给化石燃料投资 他们在做的 其实就是反科学 反季后变化 他们希望世界终结 而希望从中获利 现在有很多人在反抗这些公司 有些人已经为之奋斗了十几年 他们在提倡化石能源转 今天可能就能听到 从Ann Arbor 来的一些好消息 那一转头倡议 现在已经变为向那些投资人施压 在疫情开始前 其实我还被送进了监狱 因为我们当时在华盛顿 在反对摩根大通 因为摩根大通是全世界给华盛顿源投资最多的银行 投了2500亿美金是在巴黎协定之后 完全不需要特朗普的教授 所以就太疯狂了 就算你在获得只是钱 但如果世界终结了 那就没有钱了 我真的不能理解他们讲什么 讲到资本主义 目前华尔街的资本主义 就是在导致全球变暖 使冰层融化 也在削弱任何经济体 还有文明的基础 华尔街上那些人 头脑应该是很好的 他们都会分析数字 但是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向他们施压 要是两倍三倍的压力 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获取一些成果 我们必须向政府施压 当然华尔街行动也很缓慢 和其他政府一样 而且华尔街现在也不统治全世界了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好事 华尔街 现在似乎还是控制全世界的 而华尔街反应非常快 如果摩根纳通 埃莱德集团出了什么事 那市场几个小时内都会有反应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施压 用各种方式施压 那些集团做的是错的 而且向他们施压 他们是可能改变行为的 摩根纳通不是像美孚 美孚其实就是挖油的 这是对于摩根纳通来说 化石能源占他们的收益只有5% 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他们施压 让他们不再给化石燃料投资 你知道新共识研究的主要是 公共投资融资 刚刚被我讲的 如果人民在给那些低于施压 让他们给化石燃料融资 那既然不仅减少了投资 也会鼓励政府去监管那些企业 因为很多投资人 已经不向化石能源产业投资了 所以我们这边相当于是 可以同时达成两件事 像一些政府 敢做出行动的政府 来做出行动 而你给他们树立保鸟 想到绿色新政 还有斯福的新政 美国人民想到新政 想到不仅仅是政府的创新 还有二战的大动员 那是美国政府用了很多钱 来建一个新的产业 当然这是为战争服务的 他们利用美国强大的生产力 来抗击法西斯主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能不能再利用美国强大的生产力 来实现转型 来实现可持续经济 不再依赖化石能源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有某种执念 要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让我们看一下疫情 我们认为知识产权 比我们的能够获取疫苗 要更重要 所以这里知识产权 都是个限制 但是我这边就不想再过多重复 另一点是 美国政府是有能力 可以收回知识产权 来保护人民 政府需要服务于人民 而政府是很强大的 我们要给政府施压 让政府来服务于我们 有人说政府是很无能的 说政府给邮政撤资 但是我现在可以在同一天内 收到信 所以说政府不行 这个是人家故意这样说的 我们的政府是强有力的 是可以服务人民的 如果我们给政府施压 那么他们可以做很棒的事 新政给了我们一个蓝图 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 给了我们先例 让我们可以走向可持续未来 而我们作为发达国家 也需要带头 要做得更快 是一个更高的目标 来造福全世界人民 因为我们先盘放 将这些转成基层运动 那您怎么看待 如何让人民改变 对政府的态度 如何让他们消除 那种根本性的误解 认为我们无力影响改变 尤其对于年轻人 我觉得要让人们知道 希望这没问题 我们要去得取更好的未来 继续我们值得的未来 一个更美的世界 就是什么 我们所作为 就是说明 我们想要一个公正的转型 未来 所有人都被照顾到 发展是为了去 我们想要一个 未来不仅是可以生存的未来 咱们会觉得说 这个想法很激进 很不现实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妥协 现在已经有人 因为其他危机而删身 而其他愈演愈烈 所以我们想去想象 串造 拥抱一个更好的未来 其实 现在有好多的地步 我经常跟我朋友聊起 觉得电影里 去展示这些末日 好像很容易 却不展示 我们目前的体系崩溃 又会如何 比如说总是有僵尸 歧视录啊 说有的科学家 做了一些什么 很丰富的事情 导致僵尸 然后也有一些 关于气候危机末日的 为什么 我们只能想象这些东西 而不去考虑一个系统 分盘后的世界会多么的好 你看这场疫情就告诉我们 很多现在我们的社会体系 是无力应对危机的 这些不好的体系 也不可能应对气候危机 所以我们应该心怀希望 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并维持 奋斗 要充满激情 不畏艰险 当然我也不会说 我就是一个无畏的社会活动家 我也总是胆子很小 我很怕台风 我怕台风 风很大 敲到我家的门 也很怕有警察来敲我家的门 因为菲律宾可以说是一个 最危险的国家 对于社会活动家来说 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些危机 和气候危机比起来 真的是十分之一 我们必须要行动 创造一个充满爱可持续的世界 这个世界 照顾所有的人 照顾弱势群体 我们年轻人总想说 我们能独立解决 但是不行 我们需要所有人合作 尤其需要弱势群体一起参与 农民 渔民 工人 原住民 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人群 因为每一个人都面临危机 并不仅仅是年轻人临危机 是全人类 人类这种种族都面临着 以及我们需要使用 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更美的危机 刚刚Mitzi说的 就让我想问大家 心中最美好的希望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在唱所预言 Mitzi也可以在补充 科技 气候 VG 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在这程中给我 希望是我在每个大户上 都有一个朋友 南极没有 但是希望未来会走 我们为这同样的目标努力 光想到就让人很兴奋 这是个全球性的运动 而且有越来越多人参与 人群越来越多样化 想到有这么多人一起 为了气候正义而奋斗 非常地兴奋 我相信更好的未来 一定是会实现的 更美好的未来 一个安全的社会 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我还真知道 有人在南极也和我们 做着同样的工作 我的一个希望就是 因为我看到我们 现在做的事情 都在发挥作用 十年前美孚是全球最大的企业 现在它都算不上 是最大的能源企业 新时代能源公司 现在已经在市值上 超过了美孚 是一家新能源企业 所以美孚它现在不会破产 但是它们所损失的 每一美元都会削弱 它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 因此 如果感到有点沮丧 我就会讲 我们是可以给这些坏人们 传造很多的障碍和麻烦的 而我们现在也在这么做 我说的其实和Mitsi有点像 为什么一个攸关生死的未来 是激进的 我觉得这是常识 可能这种常识 现在不是这么多 但是它就是一种常识 这听起来好像很平淡 但是我不得不说 它就是一种常识 这种常识给了我很多的希望 我们做的没错 主流人群也会慢慢地 接纳我们这种想法 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说到了希望与愿景 你们觉得未来的气候运动走势 或者方向是怎样的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很努力在组织活动 我们现在要把老一辈也拉进来 这些老一辈的人占很大一部分人口 而且他们很多是财力很雄厚的 他们可能会在政治和财政上面阻挠 气候的运动 所以我相信像Missy这样的年轻人们 应该也要号召自己的爷爷奶奶 一起参加进来 否则的话他们有可能会阻碍 或者说实际上世界变得更糟 而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很不好的 我刚刚也很想回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气候变运动 我之前都是在搞经历一些活动 比如说在芝加哥 想要创造和亲人社群共同合作的机会 大概就是做一些这种层面的工作 然后我看到我所反对的那些障碍 阻止人们拥有更体面的生活的这些障碍 其实打破了这些障碍 就会开启一扇门 让我们能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像气候危机或者贫困问题 从我们采用的方法上 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多样化 有一些人看待气候问题 把他们当作是自己提供问题的一部分 一个补充的内容 比如说我很担心气变 但是我不是说一早眼睛睁开 就只想着这个气候变化 而是把气候变化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 所以像这样的组织 并且和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交谈 就发现其实这些问题和各行各业的人 都是息息相关的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也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想法 才加入到气候的一种当中 同时有一些会计 他们也发现 他们也能在气候运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每个人都与之相关 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相应的共性 现在我认为组织者们 都越来越希望我们的运动 可以包括更多样化的人群 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正转型运动 每一个人的利益都紧紧地与其在一起 同时要注意气变的影响 也并不是平均分配的 那些受到社会经济影响成绩最大的人 在气变中也会受到最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弱势群体 必须考虑到群体多样化 我们所有的人 整个地球上的人 都是与之利益相关的 这边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数据 有14万亿美元 是来支持企业工人医疗等等的 所以我们扩大了社会契约 疫情中发生的 但这部分钱有多少是花在绿色复苏上的呢 只有这么一点点 所以我们任重而道远 我们需要抗击疫情同时也要去考虑如何去进行绿色复苏 社会契约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气候友好型的工作 如果政府不考虑这三点的话 目标不法实现 第一 政府要怎么做 第二 立法框架是如何的 第三 如何将所有的人考虑其中进行实力 非常高兴 能和大家一同度过这一段时光 希望很快能够和大家再见面 不仅是在网上 同时我也希望 我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人朋友 也是线下见面 我说的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不喝水 这是全球 公正 转型 同时感谢350组织 祝大家今天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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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Just Recovery Gathering